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港股今早低開279點 不過只有匯豐公布 8月份製造業採購經歷指數初值50.1 不僅好過市場預期 更是4月以來首次重上50水平 創4個月新高 刺激大事跌幅曾收窄至只有2點 各指更加一度到升 恆指中午就收報21669點 跌147點 市場預計美國下個月開始會減少賣債 地產股今早繼續下跌 長實、新世界分別跌超過1% 恆地、新地和順治分別跌0.8%至1% 國家電網打算在未來5年 投放6200億元人民幣 建設特高壓的智能電網 電網設備股做好 其中成都普甸升接近5% 動筆電器升超過3% 另外博爾電力、威盛集團 分別升0.6%至0.7% 焦點股方面 交行上半年順利達到348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12% 略為好過市場預期 不過股價跌超過1% 中興通訊半年多賺至近27% 兼且發營起 股價升0.9% 另外巨騰國際中期多賺7% 股價升超過8% 成交會股份方面 中海油今早回吐1% 中午收補15.38元 另外受到內地股市大動 安石A50升0.2% 中午收補9.47元 收視之後我們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 再見